為在鹹水中山路上的外町構思館 也是外資美術館的地點 開館以來這支真是有藝術家的作品 市府文化教文化主要科學科長陳雍傑的標示 美術館的成立就是為了讓藝術家有一個舞台 也讓來參展的面穿更實際的鹹水 我們這邊有一個展覽的空間 作為這個讓這個興瑞藝術家能夠每年來申請 在我們的玉智美術館來做這個申請的展覽 那從今年開始我們就今年就總共爭選了八件的八個藝術家 他們會陸陸續續來到我們玉智美術館來做相關的展覽 目前關來當地的展覽是新租民藝術家和演藝者的作品 運用白色的壓克力和鑽壓的變化 來典現玉尼不一樣實際的模樣 還有它和海映的關係 搭配到電腦的音樂 希望讓參展的民眾體會到的玉尼和海映 對生命的生活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現在在玉智美術館就是有一個新的展覽叫演藝者 然後他是一個新著名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他其實擅長的媒材就是用這種單色的壓克力 然後結合相關的這個他的 對於這個當地的一個想像去割畫就是他的作品 那這是他帶來四件作品 他主要就是呈現就是我們過往月經港 他是一個港口的意象 然後加上這個藝術家他從小就是有在海邊的一些經驗 所以他就把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呈現出的就是伺服非常不同的作品 庫長表示鹹水有很豐富的人文歷史 在讓我的街路和巷子來 有很多公共的藝術作品 歡迎民眾來鹹水欣賞 這次演藝者的電腦一直到12月齊樂圍寺 也歡迎大家多多來參觀 南天新聞 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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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